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头条历史 很多小伙伴让欧阳说说马来西亚 那我们今天就来说一期吧 马来西亚的国民中有高达23%左右的华人 是诸多东南亚国家中除新加坡外 华人比例最高的国家 也是目前海外国家中保留中华传统 及中文教育体系最完善的国家 马来西亚华人为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 做出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入侵东南亚之前 马来西亚曾先后被荷兰和英国殖民统治数百年 荷兰人和英国人都对马来人的疏懒和不思进取颇为不满 认为他们是昏昏度日的民族 只知道祥乐 认为如果马来西亚没有华人 那就是一个和非洲一样的落后国家 华人对马来西亚这么重要 那华人在马来西亚是不是备受尊重呢 理想是美好的 现实是残酷的 事实上马来西亚是世界上少有的 制定旨在保护多数民族 即马来族的平权法案的国家 导致马来西亚第二大民族华人 在当地备受歧视 在许多方面都遭到限制 逐渐沦为二等公民 沦为二等公民也就算了 1969年5月13日 马来西亚还爆发了一场 针对华人充满种族仇恨的血腥暴动 在马来西亚联邦政府和激进民族主义政客的煽动和纵容下 马来暴徒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对华人进行了无差别的围攻和杀戮 众多华人店铺惨遭打砸抢烧 这场暴乱从5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才彻底消失 官方公布数字为有196人死亡 其中华人就有143人 而华人民间组织则认为至少有1200人死亡 且基本都是华人 从此之后 马来西亚政府开始执行马来人至上的特殊政策 包括教育就业以及工商业等诸多范畴 旨在抢夺马来西亚华人的经济 确定马来人至高无上的地位 那么除了1969年的513暴动之外 历史上的华人先辈在马来西亚落地生根 安身立命 并未知带来经济繁荣和活力的时候 还曾遭受了哪些不为人知的苦难和悲惨遭遇呢 清朝末期 中国局势动荡不安 由于受到战乱 剥削 压迫 失业 流浪的困扰 东南沿海地区的中国人纷纷出国寻找希望 而南洋 也就是现在的东南亚地区 则成了他们生命的赌注 由于当时西方殖民者对东南亚地区的疯狂开发和掠夺 需要大量肯吃苦又廉价的劳动力 于是 中国东南地区很多青壮年 在各种暴力和右逼之下签订卖身器 又骗到南洋当苦力 从此被烙上了猪仔的印记 当时的这些滑钩们带着希望上船 但迎接他们的却是一道又一道的生死关卡 他们被集体囚禁在狭窄 超载空气污浊且条件恶劣的船舱内 这些滑钩们被剥削虐打 没有饱饭可以吃 没足够的水喝 还要遭受空气污浊 卫生恶劣 疾病滋生的侵扰 在如此非人的待遇下 许多人死于非命 有些猪仔忍无可忍奋起反抗 但都斗争失败 然后被抛入大海葬身于腹 经历数月的海上颠簸 幸存的人们才终于靠岸 通过隔离检疫 并取得准流症落地南洋 抵达南洋以后 这些华工们陆陆续续 被卖到分布在南洋各地的香料 甘蔗 胡椒 橡胶等种植园或是各种矿场 每个苦工的售价本就不高 在精力层层剥削 最后落到手里的往往少得可怜 起码之后 如果一切顺利 他们便可以恢复自由 但是种植园 矿场往往都是烟酒赌博 灯红酒绿 稍有沾染就会欠债 本就微薄的收入根本不够还债 这样就陷入了继续卖身还钱的死循环 而且当时的做工环境 往往也都是艰苦恶劣 时刻伴随着生命危险 常有许多华工因体力不支失去重心 掉下悬崖或者跌入泥塘 轻者受伤 重者则死于非命 到最后 这些人即便是恢复了自由之身 但真能攒够钱 容归故里 落叶归根的并不多 大部分恢复自由的华人苦工 往往最终都留在了南洋 在当地开支三叶 这些签署了卖身器的华工 是鸦片战争以后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盛行的一种亚执民制度 也是华人历史中一段血泪和屈辱的记忆 20世纪初的民国时期 为了改善生活和躲避战乱 迎来了华人迁移南洋的第二个高峰期 此时的中国战乱不断 国家动荡 而东南亚则得到执民宗主国的扶持 除了传统的种植园采矿业外 铁路、航运、金融、制造等新产业 也获得空前发展 劳动力紧缺 给出的福利条件也较好 许多沿海地区的老百姓 为了赚钱或者更好的生活 由此前往南洋 仅1922年到1939年间 从厦门等港口出洋的移民就超过500万 此时的南洋华人新系祖国 在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中 都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同时也导致了 马来西亚在日治时期 积极抗战的华人 成为日本军队报复对象 在日本军队折磨之下 而死去的华人不计其数 1941年12月8日凌晨 日军炮轰马来西亚东海岸 北部城市戈达巴鲁 并强行登陆 掀开了太平洋战争 以及入侵马来西亚的序幕 日军以强大的空中支援为掩护 轻型坦克穿行于热带旅营中 用闪电站轻易突破了英军的防线 日本部防于新加坡的远东舰队战裂舰 也在前往捷击日军的途中 被日军轰炸及其沉 最终英军在连番的指挥失误下战败 1942年1月 英军撤退到新加坡 不到两个月 马来西亚全面沦陷 英国在新加坡向大日本帝国 无条件投降 进而导致马来西亚被日本全面占领 落入长达三年八个月的恐怖统治 当时日本每占领一个地方 就会先进行大屠杀 迫使人们屈服 而砍头示众则是日军最常用的残忍手法之一 日军占领时期 遇难的华人不计其数 而且大多数都被埋在乱藏岗或山谷中 为了报复在抗日战争中 马来西亚华人和新加坡人对中国的支持援助 日本人对当地华人用各种理由进行了残忍屠杀 这个行动被后人称为肃清大屠杀 关于这场大屠杀的伤亡人数 战后的审序中的证据提出的数字是 约2.5万至5万人左右 这是一个多么触目惊心的数字 但是这些历史又有多少中国人知道呢 在我们的教育及各类抗日影视剧中 这些信息极少出现 但这些都是应该值得被我们熟知和铭记的 而不应该在历史的洪流中被渐渐遗忘 二战结束后 马来西亚各地华人社团纷纷数杯立幕追思殉难先人 并反思战争的祸害 值得一提的是 日本发动全民清华战争后 马来西亚华人纷纷支持祖国抗战 黄华港七山二列市就有29人是华侨 至今在马来西亚槟城还有孙中山的同盟会就职 当时马来西亚华人和新加坡华人每月捐款 寄给国民政府的金额达420万元中华民国国币 平均每人每天捐款近2元 据估算 抗战初期5年 华侨直接汇款回国给家人 加上一捐之数达到50亿元 而1939年 国民政府全年战费仅为18亿元 由此可见 南洋华侨的贡献之大 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 一生甚至从未踏足过中国的土地 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 持续百年的下南洋移民潮基本上停止 此后 南洋华人的人口完全依赖自然增长而非移民 就这样 吓到南洋讨生活的华人 在经历了无数的生死考验后 渐渐在这里落地生根 共同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华人 马来人 以及印度人 还有原住民 手心相连 奋起争取 摆脱殖民统治 成功带领马来西亚 走向独立建国之路 但是 东南亚各国独立后 华人仍未能享有平等的待遇 尽管95%以上的华裔 已经加入所在国国籍 但华人不能享受平等待遇 在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仍是普遍现象 因为马来西亚对中文教育的不扶持 甚至打压 本国的中文学校 全部是靠华人们一手集资建造和维护 一代又一代的马来西亚华人 为了在异国发展 为了中华文化传承 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 这个难度是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的 许多华人即使被政府囚禁 甚至剥夺公民权 还是继续团结起来 用自己的血汉权支持着创立学校 才让汉语普及了华人子女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让他们系着自己身上 留着华人的血液 知道自己的根 现今在马来西亚有1200余所中文小学 60所中学和三所大专院校 全部为民办 但是马来西亚官方不承认 华文中学的文凭 所以这些中学的华人毕业生 只能远赴新加坡 香港 台湾和海外等高校求学 另外 由于马来西亚政府推崇 保护土著权益政策 各种福利都是马来人优先 并且 所有族群都被硬性规定 学习马来语 现如今 华人在马来西亚已逐渐变成局外人 不但难以享受平等待遇 而且所占比例也越来越少 贡献了这个国家90%税收的华人 甚至被直接移出了三大民族的范围 变成了二等公民 值得庆幸的是 无论在东南亚 还是在世界其他国家 华人由过去埋头经商 不问政治的状况已经过去 华人更积极参政 从政 这种转变是不可避免的 也是华人深度融入当地社会的标志 尤其是在马来西亚 华人群体在政治上非常弱势 更应该团结起来 凝聚成一个有力的态势 创造出属于自己应有的社会地位 那么今天关于马来西亚华人的节目 就先说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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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